大家好 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1月4日下午 一家发布了年度旗舰一家11 设计上延续了一家对质感的追求 以及对细节的打磨 在配置上同样全部拉满 第二代骁龙8平台 LPDDR5X UFS4.0 16GB大内存 2K三星柔性微曲屏 哈苏旗舰影像系统等 随着一家11系列正式发布 2023年农历年前 骁龙8G2新机发布潮基本告一段落 目前市面上已经发布的骁龙8G2机型 主要有这几款 Vivo X90 Pro Plus IQ11 IQ11 Pro 小米13 小米13 Pro Moto X40 红魔8 Pro 红米K60 Pro 一家11 面对一种新机 该如何选 其中哪几款最值得入手 你心里有答案了吗 Tiger今天对这些新机 做了一个推荐级别的整理 看看和你想的是不是一样 第一梯队强烈推荐机 入选机型 一家11 小米13 IQ11 目前第一梯队的入选机型一共有三款 下面分别是他们的入选理由 一家11 性价比 丰富配置 造型极具辨识度 一家11的起步价格 虽然和其他两款手机一样获略高 都是3999元 但是它的起售版本 可是12加256G 如果我们以这个版本作为衡量条件的话 一家11是第一梯队三款手机中最便宜的 小米13标准版12加256G版的价格 则高达4599元 其次 一家11的配置非常丰富 骁龙8G2 UFS4.0 LPDDR5X 两K14ALED 欧刷曲面屏等等应有尽有 还有超大快的X轴线性马达 以及IMX890加IMX709 加IMX581后制三摄镜头 整机无论从核心配置还是边缘配置来看 都无可挑剔 3999元12加256G的价格 也是三款手机中最低的 非常值得购买 短版 无高品PWM调光 无全局DC 低亮度下PWM频率仅为360赫兹 远低于500赫兹最低线 频闪敏感用户全体渗入 小米13 少见的小屏安卓直接屏旗舰 四边等宽设计 续航表现让人惊喜 小米13绝对不是这三款产品中性价比最高的 甚至是最低的 但是小米13却拥有 目前安卓手机市场非常少见的小屏加直屏 加四边等宽超窄边框设计 整机的质感 握持体验 综合应用性非常强 确实有点iPhone的既视感 细节处理到位 其综合配置虽然不及其他两款那么丰富 但是也不长 在所处价位也属于平均水平 对于想要尝鲜小屏手机的小伙伴来说 小米13非常值得购买 让人有新鲜感 短板 FHD加不支持高频PWM调光 8bit色深的屏幕是一大短板 iQ11 配置丰富的游戏神机 iQ11的定位 依旧是一款游戏神机 三星A6两KLED如性直屏 支持双孔双压感 配备双X轴线性马达 5000mAh大电池以及120W的快充 对游戏体验的提升 有非常至关重要的影响 并且其综合价格处在一家10亿及小米13之间 综合性价比也不错 推荐那些游戏爱好者们购买 短板 正面依旧较为影响观感的屏幕塑料支架存在 第二梯队 推荐入手机 入选机型 Vivo X90 Pro Plus 小米13 Pro 目前第二梯队两款手机 都是高端旗舰机 之所以把它俩放在这个级别 主要是因为其价格较高 Vivo X90 Pro Plus 目前安卓阵营最顶级的旗舰产品 没有之一 三星又2K曲面屏 骁龙8G2 MX989加3大底辐射 彩斯TS3SK度膜 超声波广与指纹识别等等配置齐备 是目前安卓市场最顶级的旗舰 各项配置基本都拉满 堆了神迹 短板 6499年购级门槛较高 且所搭载的三星2K屏的屏闪处理有些问题 小米13 Pro 一款中规中矩的高端产品 三星又2K屏 MX989齐备 综合配置无明显短板 但是总体也没啥亮点 基本上就是小米12S Ultra的换颗 换新降级版 中规中矩的水平 短板 4999元起步 还是8加128G的版本 综合性价比较为一般 第三梯队 现阶段不推荐 入选机型 MOTO X40 红米K60 Pearl IQ11 Pearl 红膜8 Pearl 这个级别入选的机型比较多 处在这个级别中的机型 大部分都符合长短板过于明显的问题 某些机型的性价比可能非常不错 但是综合产品力较为一般 MOTO X40 优点 正面塑造不错 整机配置较为丰富 短板 系统表现较为一般 非常简陋且综合性价比较为一般 红米K60 Pearl 优点 最便宜的2K屏骁龙8G2旗舰 起步价格较低 短板 整机配置相比一家11无明显优势 塑料中矿 塑料支架 整机做工较为一般 IQ11 Pearl 优点 散星U2K屏 超声波指纹实底 缺点 后摄配置拉垮 不支持IP68 起步价格较高 综合性价比较低 综合配置和同价位产品相比 无任何优势 红魔8Pro 优点 性能调教和性能释放出色 正面搭载纯直角设计的屏幕非常吸睛 阳刚气十足 短板 不支持NFC 过于厚重宽大 系统调教较为一般 以上就是Tiger整理的 骁龙8G2新机的推荐等级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Tiger的整理 符合你的预期吗 你觉得哪款新机最值得入手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